已经停止活动多年的韩国男团Super Junior成员强人 日前正式的透过社交账号宣布退出Super Junior 令很多一直期望他能够早日回归的粉丝感到心碎 不过其实强人的退团可谓不可避免 除了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呼吁强人退团的部分粉丝组织感到欢迎 某些中间派粉丝也会认为与其隔三差五的被不同的粉丝攻击不如早日早了 于是我们也仿佛可以预见另一位被粉丝一直劝退的成员盛名的结局 虽然经历了强人的退团 但其实从很多年开始SJ的活动已经跟强人没什么关系了 其他成员日前有韩国出发飞往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 在第二大城市吉达举行了第七次寻唱《Super Show 7》的最后一场演出 也是首次有K-pop歌手在当地举行单独的演唱会 据之这次的演唱会门票在预售三小时已被秒光 甚至还有15000多名粉丝买不到票 因而导致售票网站及时瘫痪 而八名成员在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 洛丽跳唱包括Sorry Sorry在内的20多首SJ经典 除了获得韩国驻沙特大使夫妇捧场之外 当地的粉丝更准备了不少厚礼 祝贺队长利特与希特分别在本月1日及10日同让36岁生长 当地的粉丝送上名表给利特 又准备了西字的黄金松针以及金项链给希特 以及送上钞票花束 手链给其他成员 尽显沙特负得流油的本质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